我觉得不要你一会儿应该脱鞋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人生没有撤回键 非常的悲伤 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些悲伤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人生不但没有撤回键 就很多时候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 你想想 就是我们从一出生开始就非常的被动 你在妈妈肚子里 你就要被动地接受胎教 而且你知道胎教跟别的课程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胎教你都没法逃课 真的 而且我觉得人间非常的残酷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小孩在出生前后 他听的那个音乐差距都很大 你在妈妈肚子里就是很舒服 你听的音乐是什么 莫扎特 对吧 G大调 小夜曲 特别的高端 但是你一出生就立马给你换成二哥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而且就是我们小时候父母经常告诉我们 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根本没有选择 你们就是我的起跑线 而且很悲伤的就是 我们没办法责怪这两根起跑线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学习不好他们会骂我们 但是他们工作不行 我们能说他们吗 我们怎么说 对吧 爸妈一进屋 爸 过来一下 听说你最近业绩有所下滑呀 有没有想过原因 妈 你笑什么呢 没说你吗 你们两个 回去把爷爷奶奶给我叫来 然后你再长大一点 你妈妈让你抱了一个兴趣班 哇 非常的悲伤 因为你发现你对兴趣班 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 然后呢 我就发现兴趣班这个名字啊 它本来就是非常的荒谬 真的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到底谁的兴趣会是奥数 到底哪个孩子会跟他的妈妈说 妈妈 我要在数学的海洋里遨游 哇 只想遇到这样的孩子 你就问他 那我跟你爸同时掉进数学的海洋里 你先救谁 然后呢 终于到了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哇 你终于认为自己 可以有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了 但是你错了 你发现你对大学的专业一无所知 哇 这个时候你只能看着一本厚厚的志愿填报指南 然后你就会发现 它真的是一本指南 因为你用它选择专业 根本找不到北 更要命的是啊 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就会假装很懂地站出来 帮你挑专业 学工商管理 管人 学会计 管钱 我跟我爸说 我说 爸 我想学通信工程 我爸说 学通信 你学通信干啥呀 你说现在这个年代谁还写信呢 我觉得我们80年代的人啊 就直到我们老的那一天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由选择的空间 到时候呢 如果你不想跟你的儿女住在一起 养老院的院长会告诉你 我养你啊 交钱就行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开心地在养老院里 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开心地打着王者荣耀 哇 但是打着蜡 你就会突然发现 怎么少了个人 老王呢 打野的路上中风了 最后呢 慢慢你就会发现 人越来越少 直到有一天 你大喊一声 全军出击 人呢 团灭了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斯文的歌我很意外 我很少在他的脱口秀里面看到 还有点悲伤的那种感觉 如果要是说得不好了 悲伤很容易变得丧气 但是我觉得斯文的段子又不丧气 它其实直指了我们人生的很多的真相 郭阳 你还有空喝奶 你完蛋了 人家斯文已经用一个段子回顾了一生了 你知道吗 你还喝 等着 斯文学的那个专业叫通信工程 斯文和韦若晨两个是一个学校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所以 小韦你什么专业 信息安全 不懂 谢谢 通信工程都学什么课 通信原理 电视原理 信息论语 编码原理 模拟电子技术 电路分析 数字电路信号与系统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计算机网络和现代通信系统 收 收 好 特别好 所以斯文是这样的 你只负责学了通信 你并没有学过工程 对吧 这就是今天的斯文 而且我强烈建议 你们二位的学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所211大学 从下学期开始 开脱口秀专业 好吧 哇 谢谢大家